我講過,因為前鋒線我覺得不太夠人 因為華迪又29,另外佩雷斯其實也28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後起之手取代我前面的位置 我覺得是時候要簽一個很年輕的Wonder Kit 保持球隊的路向和未來 我就找了很多Wonder Kit 但我以前鋒來說,其實我自己都喜歡柱頂式中鋒 所以我找了很多人,因為有很多Wonder Kit都是速度型的 所以我想找一個是力量型的 我找到一個荷蘭來自阿積士丹麥的前鋒 希望他不是潘特拿 我比較喜歡他,因為他的力量很高 這裏已經看得到,力量這裏 74至84,機會是74至84這個位置 他屬於力量型,六尺一都OK的身形 不是速度型,我覺得是可以調控他做支點的 所以我暫時會試試試試試看 問問他價格 好了,5.5MOK的 再壓多1M 4.5M,大了 這些19歲的Wonder Kid 便宜地簽回來,到時很厲害 轉出去4000萬塊,是不是有好處? 嘗試一下 記住提醒大家,多些是訓練你的球員 先就行了 只要夠快,起碼可以升一下 其實我高幾年都升得快,不停訓練他 另外,你看辦公室 他有一個目標是青年軍發展 兩季內你要透過青年軍的球員買賣賺到2.5mm 2.5mm其實不多,但問題是你要搞的 所以青年軍軍營是沒有人的,所以你要請一些職員進來 用來搞你的青年軍 請多一個,反正不是沒有錢 即是闊著一點 大佬 好了,叫他試試 周圍找球員 英格蘭球隊應該要找回英格蘭的青年軍 技巧天才,逆風 中場指揮官 進攻球員 重視防守 我覺得 英格蘭球員,如果你說他想找逆風 一定會找得很多 所以先試試 因為目標只是要我賺2.5mm 再找 既然是西北亞的教練 那不如叫他回西北亞找 西北亞找技巧天才 不如再請多一個 好,其實 德國,德國是德國找 那又 去德國找 德國就找 你找龍門 可能德國不停出龍門 都好啊,試一下 OK 那這裏呢 就有news 立即就說 你請了三個人 三個人就去開工了 雖然呢 竹種杯都叫一場過賽事 那但是就 那對禁藥球隊應該不會輸的 應該 應該沒事的 應該沒事的 趙仙 不要自己嚇自己 不要自己嚇自己 OK 那我特意擺了出來 那個新人 就入球了 喂,我想簽那個前鋒 有反應沒有 一月煮杯槍就是完 滑哥 我們不認為這個價值 即是OK 應該簽到的了 不設定 咦,有news 還有三個news 還有三個news 合約OK 簽吧 耶 那就可以看一看他Overall幾多 71 OK的 其實 你留意一下 我其他前鋒的選擇只有兩個 之前第三個只有66 Overall 不夠數 簽這個回來就對了 丹麥 英倫三島球隊 用丹麥歐洲球隊 歐六式踢法 這個是全體式中鋒 OK的 好了,這場是霸人的賽事 我是決定seam 我不踢的 因為我覺得 我這對球 還未達到 歐聯的水平 利雲道一開球 入了球 那就難打了 他上場還有再入球 以外追回一球 藍絲 證實了 他真是一個 是說明 要給一個 是 實力給我看的 是球員 一比一要打家事的 哥斯尼受傷 只要打家事 可能真的要 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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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麼有運 我贏了 喔 這麼過癮 現在八人入四強 嘩 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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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嘩 巴西叫我 教嗎? 有點興趣 不過還是那句 我覺得還是要專心教阿仙奴 對里城的是竹種杯 里城已經是金飛色皮了 對里城的是竹種杯 竹種杯是爆冷溫床的 對里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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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種杯是準決賽 糟了 進去 緊張 我立下好像是準決賽 即是四強 很緊張 反而竹種杯我比較重視一點 暫時都領先到 卡蘇娜 12馬領先 喔 兩球 OK 真的 好 竹種杯現在發生什麼情況 其實我都沒有更新 看看之後的壓力是怎樣 對人熱癡之後就要對曼城 喔 歐聯四強了 曼城 之後還要對曼聯綁手大戰 接著就 竹種杯可能決賽了 就去到史督城 完畢了 去到八熱化階段 已經球季 這麼快 很緊張了 開始 對著熱癡一定是要出複選 不用說 複選的體力又OK 可能要休息 就照打 照對他的熱癡 這場就不慢慢看了 直接按過去完 啊 輸了 冠軍盃準決賽 歐聯準決賽 去到 草雲達斯對王馬 阿仙奴對曼城 唉 好 曼城四強 對著歐聯 出盡正選 照他 四強 四強次回合 如果重要才進去玩 決賽才進去玩 熱身先 曼城出什麼人 曼城 嗯 霍倫斯 一出 Yaya 迪布尼 阿古魯 山齊斯 賭歌 阿力西 山齊斯 賭歌相向 半場0-0 下半場繼續 伊安拿祖 我又領先 這麼有運 不是踢到歐聯 大衛斯 他再入球 他再數很多 聯賽方面 看看聯賽方面 另外的戰績如何 咦? 咦? 是最重要的賽事 所以 我沒辦法 這場 我出了 大部分 是複選 因為 下一場 歐聯 更加重要 看不看 我領先 8分 最後 幾場 3場 賽事 我還要打小場 所以 摩連奴 要保存 真標機會 這場 是必定要贏 曼聯 應該是沒有歐聯的負擔 所以 這場 他一定 會更加進取 這個就是 我新買回來的 支點球員 差點給我 射到 入賣 這個是卡蘇拿 下一季 盛傳他要離開 球員 他經常跟我說 他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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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他 沒有這個 是 比賽上陣 或者 他可能是想 接受更加多的 是新嘗試 嘩 咦 看來我老了很多 因為 教英超球隊 你以為容易搞嗎 下卡 他伍 他比賽 還有 相對 這場 這道路 最好 較多 正面 最好 先來 他 便出 所有 拍攝 今年真的有冠軍的風範 我很喜歡這個 很喜歡這個Wonder Kit 用了上來,它很頂到前面的後衛 它很可以控制到前場的大局 我真的要簽合了人,很開心 OK,解決了問題 這個Wonder Kit很棒 很喜歡它,我覺得它的身位也好 在前場又可以有頭錘攻門,棒 完成了一半的是任務 0比0 我整場0比0,我就鎖定英超的冠軍 呃,呂布有點走一下 這邊刺起來 沒事吧,是 哎 可能很多球迷都想我輸這場球 因為保持著那個英超是爭奪的 真的嗎? 哎,這場球頂不順 這場球 這場真的有一點點 我沒有辦法的感覺 其實我一直都按不到按鈕 我沒有按鈕可以按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輸了 那先換一下人 OK的,真的 哎呀,這球給皮耶德 命射呀,好可惜呀 其實我已經做了上去 皮耶德 哎呀,這球進不完 哎呀,越位呀 都射不入 保持著那個是冠軍的爭奪 沒辦法了,這場球